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想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北市借退军人青年季荣民联合真才活动在市府登场 共有51家厂商参与释出3000多个工作机会 受到疫情影响 行车执照8兆月份为4到10月的机车 排气检测可延到12月31号 新北好茶市集以及艺术登节活动 12月4号将在平宁登场 邀请民众到平宁走山走水平好茶 新北市环保局举办110年度绿色消费 及机优环保志工联合表扬典礼 新地区吉祥立有13位志工获奖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一起来认识 放弃医院高薪从农的青农张刚准 新北市政府3号在六楼大礼堂举办新北市 借退军人青年继荣民联合真才活动 邀请51家厂商携手释出超过3000个职缺 希望在疫情稳定之后能够提供厂商与求职者 更多的媒合机会 新北市劳工局民政局与新北市荣民服务处 3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 在新北市政府六楼大礼堂 共同举办新北市借退军人青年继荣民联合真才活动 由国军娃娃带来活力四射的开场舞揭开序幕 新北市劳工局与民政局表示 为了让新北青年朋友以及退军人能够顺利就业 也让厂商可以找到好人才 新北在疫情趋缓之后 扩大办理现场征才活动 今年参与的厂商共有51家 释出超过3000个工作职缺 产业含瓜了科技 制造旅宿餐饮业与一般服务 还有零售量饭业等等 今年大概有51家厂商 提供了将近3000个职缺 那有包括科技服务业 一般零售业 还有餐饮服务业等等 那今天的平均薪资达到33000 那也有比较达到45000的这样一个职缺 我们跟劳工局这边已经连续举办了将近八年的这个时间 每年就为我们这些退育的军人 还有我们的青年 还有甚至我们的农民 举办这样子的一个真才的博览会 那希望今天我们到场的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伙伴 都能够找到理想中的一个工作 这场联合真才活动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 大家也就专场及兴趣 还有工作内容仔细的比较评估 有秋值民众就表示 联合真才集结各家厂商 让他们在现场就能够进行了解 节省相当多时间 新北市劳工局局长陈瑞佳指出 青年人的失业率是所有年龄层中最高的 因此新北市政府推动各项辅导政策 提供协助帮助年轻人可以顺利找到工作 我们以110年上半年 全国15到24岁 年轻人的平均失业率大概11.84 那新北市的失业率大概只有7.8左右 所以比全国的平均大概低了将近3个百分点 代表这样的一个青年的政策 对于我们青年人是有帮助的 劳工局也提醒 求知时履历的证协相当重要 如果民众对履历没有自信也不必担心 因为就业付出有履历见诊服务 除了提供线上修改 活动现场也有增加可以咨询 记者陈平 张门琦 新北市采访报道 受到疫情影响 为了让民众减少外出频率 行车执照 发照月份为4到10月的机车 今年度实施空气污染物定期检验期限 可以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为止 新北市环保局呼吁 还没有完成机车排气检验的车主 记得在年底前完成定检 以免预期受罚 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为了减少民众外出频率 降低染疫风险 行政院环保署特别将行车执照 发照月份为4到10月的机车 今年度的排气检验期限 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为止 新北市环保局特别提醒 还没有完成今年度机车排气检验的车主 一定要记得在年底前完成 以免预期受罚 环保署指出 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第44条第一项 以及行政院环保署公告规定 出厂满5年以上的机车 不管有没有再使用 只要车级状态正常 每年都应该在行车执照 原发照月份前后一个月内 完成排气检验 如果超过检验期 可处500元罚还 预期6个月还没有定检 可以再处3000元罚还 最终还会被移送监理机关 注销车牌 另外如果车辆已经老旧不堪使用 也请车主尽速向监理机关 办理车辆报废 因为环保局会不定期 执行机车路边拦检作业 只要拦检经现场排烟检测不合格 依法最重可罚6000元 记者声明正门期新北市采访报导 新北市农业局从12月4号起 一连两个周末假日 将在平宁举办新北好茶市集 以及艺术登节活动 除了有各项精彩表演和好茶展售 另外还邀请了名厨黄景龙师傅 独创限定好茶便当限量贩售 欢迎民众到平宁 一起来品尝新鲜冬茶 为了推广新北好茶 新北市农业局 今年以亲子冬油平宁 真功夫饗宴以及艺术茶香为主题 从12月4号起 一连两个周末假日 在平宁举办新北好茶市集 以及艺术登节活动 在记者会上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表示 新北市有九大茶产区 包括平宁石定三峡等等 并且有六大特色茶 希望借由活动 让新北好茶行销到全国 把我们的茶叶 推展到我们新北市各个地方以外 也到全国各地 另外一个 希望我们借由市集的展出 各位可以到我们的平宁来 看看我们的好山好水 当天除了有市集以外 傍晚我们还有一个表演 这个表演是利用光影 来舞动我们的山水 所以让我们来体会 好山好水 又有一些艺术的饗宴 这次的新北好茶活动 更邀请了2021亚太十大名厨 黄锦龙师傅 独创好茶料理 将文山包种茶入菜 制作成限定好茶便当 在活动期间 于市集当中会限量贩售 而这次获得特等奖的 平宁茶农蔡国祥 也现身记者会 他表示今年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 茶叶的品质非常好 而且平宁出产的茶格外顺甜 邀请民众一定要把握机会 来喝好茶 平宁的茶是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它是长条状的 而且它的发酵时间比较久 所以它茶汤会比较顺比较甜 比较有花香 有艺兰花跟兰花香 新北好茶市集 继平宁艺术登节活动 将于12月4号 在平宁热闹登场 除了有各项精彩表演 和市集展授之外 更加码推出了限量 新北好茶券 五倍券换1000好康加倍送 另外当天消费满额 还有机会把纪念茶杯 找茶余服帽 好茶香氛扣带回家 欢迎民众在12月4号 5号 以及12月11号 12号到平林走山走水 评好茶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环保局 苗洋绿色消费 即机优环保志工 其中新店区吉祥里 高达13位职工获奖 里长林永辉 更获得了服务时数 达1200个小时以上的银新奖 他表示 非常感谢志工群的付出 让里内的环境越来越好 新北市环保局 举办110年度绿色消费 即机优环保志工 联合表扬典礼 典礼一开始 由南墙工商 带来环保行动剧 藉由戏剧演出 传达推动环保的重要性 环保局副局长 朱一钧表示 新北幅员辽阔 要维持资源回收 巷道整洁等相关作业 全靠22000多位 环保志工伙伴 这次表扬的环保志工 又分为服务时数 达1800小时的金星奖 1200小时的银新奖 和600小时的铜星奖 超过600小时 有381个志工跟团体 还有三个基优的团体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 是各位想想 你要花这么多时间 为了新北市的环境 资源回收 甚至并没闻的房子 等等的工作 在做努力 各位所尽的每一份心力 我想在所有的新北市民 一定都感受到 在基优环保志工当中 新天区吉祥里 一共有13位获奖 其中10位获得同心奖 3位获得银新奖 包括里长林永辉也在齐列 他表示 吉祥里在环保工作上 已经持续10多年 感谢志工群的长期付出 让里内的环境越来越好 13位志工得到这样的一个奖项 然后因为吉祥里 也是个环保里 然后我们包括资源回收 环境利美化等等的 做得很好 还有我们有跟台电 在配合如何节电省电 到现在有一直在进行 典体上由副局长朱一军 颁奖给24家绿色采购 金额达500万以上的企业及团体 另外还有6处基优环保福利社 3个基优民间团体 10位基优环教志工 和381位基优环保志工 感谢得奖单位及志工们 让新北市更干净更美丽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广告后继续来看用心爱台湾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网免行动 大兴电宽屏1G超大频欢 WiFi6新世代上网 让你飙望有感追举顺畅 搭配高画质数位套餐 每月只要999 欢迎下旬 2917 3939 硕士青龙张康准放弃医院高薪 回乡投入农业经营 他克服缺水问题 以科学化的管理和浇灌 种出了高品质的大葱 深受消费者喜爱 然而气高薪返乡重点的选择 为他招来了不少质疑声音 起初张康准很排斥 让同学知道他回来从农 可是后来他想一想 其实从农跟写论文没什么两样 都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 去做好每件事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回来从农化 让你时间可以自己掌控 自己也可以多多陪陪家人 有时候一天可能工作到15个小时 最主要是付出劳力的 你付出的劳力越多 你的收获就会越大 赞! 鲜甜! 我在研究所毕业的时候 就是直接投入医院工作 然后担任企划方面的职务 那就是一开始也没有想说要回来种田 然后是因为我爸我妈他们就是越来越老了 可是田放着黄武也很可惜 后来索性我就辞掉医院的工作 回来帮忙农物 我一开始回来是主要是种 我们台中最大宗的水稻 然后冬季的时候就马铃薯 我主要是以这两个作物为主 然后后来是在农会的推广下 我才开始回来接触大宗粽子这一块 其实从农这几年来 最大的收入就是可以让我 好好的陪伴我的家人 以前的工作 朝八晚五 每天都被工作绑实实的 可是回来种田以后 我自己的时间我可以自己掌控 农霞知识我也可以陪我的小孩 一起玩乐一起学习 今年我的运气也算不错吧 没有天然太多的灾害 农民没有年终嘛 所以就是想说过年前有一笔年终可以领 所以就是想要去把它种成功 而且如果越来越少人种的话 代表这技术很高 你种出来的话 你价格自然就会比较好 那回来 从来以后每天都是大太阳底下晒 所以其实还蛮累的 一开始一定很不适应 因为整天汗流夹背 然后每次回家就浑身汗臭味 然后全身又都是烂泥巴 其实也不太喜欢 可是又想到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在田里的工作的话就是 但是最主要的是我要对我自己负责 我想要有好的收获 我自己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其实一开始我还蛮排斥 就是让同学知道我回来种田 因为毕竟人家会说 你读到研究所然后还回来种田 有点大才小用 可是后来想一想 其实我读研究所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升华 我需要那些知识 但是在我的工作上 或许也是一种态度 就是让我在面对种田 就像写论文一样 就是奋而不懈的精神 实事求是的精神 还有做对的事情 把我的作物顾好 其实久而久之就觉得 回来种田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至少我也是凭我自己的努力 还有认真去赚这份钱 然后来养一整个家子这样 接着来看博博亚有哪一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Disney Plus强势登台 有线电视新客户老客户 申办指定方案揭响优惠 欢迎电洽2917 3939 用Enjoy TV无线机上盒 直接收看最夯影音串流平台Disney Plus 申办120枚以上光鲜网路 就可以免费升级机上盒 速洽2917 3939 2021新北欢乐夜旦城12月3日开城 至111年1月2号至 每日晚上5点半到10点 每半点整点都将播出精彩的乐高光雕秀 新北市政府12月31日将于淡江大桥 释放跨年烟火 预计8点22分 释放13分14秒 一扫疫情阴霾迎接美好的2022年到来 新电护证事务所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并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巡回服务暂停到110年12月底 或许将是疫情发展再行调整 以上的新闻内容 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电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